大家好,我是阿剑 做个温暖的厨师 今天分享一道好吃的青花椒炒鸡丁 出锅直流口水 麻辣鲜香 鸡丁滑嫩可口 少油又好吃 一起跟着我的视频来看看是怎样制作的吧 首先我们准备一块鸡胸肉 用刀给它从中间划开 再改刀给它切成条 然后给它横过来切成小丁 切好给它装入碗中 要想鸡胸肉滑嫩腌制很关键 往里面加盐 来点胡椒粉 料酒给它去腥 小苏打是滑嫩的关键 加入一丢丢 抓至像这种粘粘的状态 然后给它放一旁 腌制十分钟 腌制的时候 我们来切点小料 青线椒 给它切成细圈 切好给它装入盘中备用 几个红线椒 也给它切成细圈 切好和青椒放一起 几个蒜子 给它切小丁 一块生姜 也给它切成小丁 再准备点葱白 给它切成小段 切好放盘中备用 再来上一小把 这道菜的灵魂 青花椒 将锅烧热 倒入少许的菜籽油 给它烧至微微冒烟 再把准备好的配料 葱姜蒜 花椒 给倒进来 开中小火 不停地给它煸炒 炒出食材的香味 像一般炒菜 我们都先炒主料 而这道菜恰到相反 我们先炒配料 然后炒主料 炒香以后 把鸡丁给倒进来 然后开小火 不停地给它煸炒 将鸡胸肉给它滑熟 像这样 给它滑炒个一分钟左右 鸡丁肉炒至七成熟 然后接着我们来调味 加入少许的食盐 来点料酒给它去腥 再来点生抽 给它提味 接着把青红椒给倒进来 然后快速地给它翻炒均匀 炒至入味 一定要多给它煸炒一会儿 炒出锅气 也不需要炒的时间太长 像这样 30秒就好 接下来 我们这道菜 来点点筋支饼 再来点花椒油 然后再随意地翻炒几下 就可以出锅了 一道香气四溢的青花椒炒鸡丁就做好了 焦香浓郁 看着就流口水 真的是非常下饭 喜欢的朋友可以按照我这个方法试一下 有点烤鸡丁 炖鸡丁 炖鸡丁 要不要 来 搞点鸡丁 鸡丁 鸡丁 超好吃的 头部只伸到辣子了啊 来鸡蛋羹啊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视频见 拜拜 拜拜 你走之前记得给个赖哟 谢谢大家